朋友们你好,我是乌鸦三鱼 3月1号是中国中小学的开学日 在这一天,各个学校都开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爱党教育 学习党史变成了小学生都要做的事情 在日人民报下属的人民网上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消息 开学第一课,全国各个地方都开始召集小学生学习四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边的四史是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叶的后汉书 陈寿的三国志,合称为四史 他们是中国二十四史之中的前四部 也称为前四史 要说这几本书啊,如果是高中生去学习 那么在他们课本里面会有几篇这样的节选 即便是到了大学,如果说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 他也不可能拿着整本书去直接啃吧,对不对 但是呢,中国的四史在今年有了新的改变 庆丰末年,在小学生文凭的包子环地的指点之下 中国的四史正式改变成为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这四部史书就是包子环地清定的新四史 乌鸦三宇读到这里的时候,笑场了三次才录完 因为我的频道自定义为是一个正经的新闻评论频道 所以实在是不想朝着单口向上那个方向去发展 就在中共对全国这些中小学生开展学习他们自己的这段被美化过的历史的时候 就在同一天,3月1号,一位倒在地铁出口的楼梯上的老人 四肢在腾空的挣扎 他因为害怕继续往后滑下去 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爬起来 身边十几个人若无其事的就这样绕开他走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大家说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边 周围的人会这样视而不见吗 咱们就不说欧洲美国这些发达国家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假设放在小粉红们最看不起的印度 他也不会这样的吧 中共从一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 治国理政的时候还有些许的羞耻之心 可是到了今天,在国际上胡搅蛮长 对自己的国民胡言乱语 我们都知道一个谎言,他需要更多的谎言去遮盖他 共产党最容易被揭开的谎言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英雄 比如说雷锋,他所做过的每一件好事的时间地点 每一件事情都被完完整整的记录了下来 雷锋死的时候是在60年代 在他服役的两年时间里边 留下来的照片有300多张 平均两天半就要照一张照片 就别说物质更加匮乏的60年代 就算是20年后到了80年代 过年过节孩子满岁 想要抱着去照相馆照一张照片 那都得5块钱 80年代普遍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 想要去照一张照片 那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可是在共产党编织的神话里边 在雷锋生活的60年代里 那是物质最为匮乏 并且饿死过几千万人的岁月 雷锋两年内可以照300多张照片 那大家说这个姓雷的 他是不是带了个手机穿越回去的人呢 雷锋剪屎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 我简单的算给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朋友们一笔账 在雷锋全集里边有这样一段描述 雷锋说他去剪大粪 在初一初二那两天 他总共剪了600来斤 那么也就是说一天剪了300多斤 假设一坨屎他刚好有500克 也就是一斤 但事实上在60年代吃不饱肚子 一坨屎他根本不可能有一斤 雷锋剪粪的地方在东北辽宁府顺 就算他一天八个小时都能待在房子外边去剪屎 并且不被冻死 那么他每个小时要剪40坨 也就是在一分半之内 他要发现并且剪到一坨屎 这样的话他才能完成他所说的每天剪300多斤 像这样如此容易就可以被揭霜的谎言 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边 这一些谎言他是不允许被戳破的 是需要去被拼命的维护的 于是在前几年就出台了英雄烈士保护法 并且就在昨天3月1号 中国刑法第十一修正案正式实施 里边就规定了涉嫌侵害烈士名誉荣誉罪 在微博上面发出疑问的蜡笔小球 就成了这条法律第一个受害者 大家要知道 共产党他们出台的这个法律 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像雷锋这样的谎言 这些谎言他们打死都不能让人民知道 并且用这些恶法来阻止人民去讨论 去质疑 去传播真相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以谎言编织出来的这一栋大厦 本来就是一种摇摇欲坠的 不结实的状态 在他的地基下边 哪怕是撬动一小块石头 都有可能让他轻浮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急于去立法 去维护这些假英烈的原因 好了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欢迎朋友们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